我国的西北地区被大片的荒漠所覆盖,当地气候干燥炎热,使得基础建设工作屡屡受阻,尤其是铁路的建设,如何在松散的沙漠上建设铁路,建设的铁路又该如何防止被黄沙掩盖,这都是摆在施工人员面前的难题。 然而1958年建成投入使用的包兰铁路,直到今天仍然屹立在沙漠之上,当初来自苏联的专家断言,这种地方不可能建成铁路,即便是建成,铁路寿命也不会超过30年,事实证明我国不仅在沙漠上建起了铁路,这条铁路直到今天仍然在使用,它就是我国的首条沙漠铁路,包兰铁路。 包兰铁路的起点是内蒙古市,途经宁夏回筑自治区,重点是甘肃省兰州市,它是华北通向西北的重要干线,对于内蒙古、宁夏、甘肃三地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。 在这段长达990公里的铁路上,沿线140公里都在腾格里沙漠穿行,该路段的建设在当时堪称是不可能完成的工作,因为地面沙尘覆盖厚度达到30米,沙丘最高处可达100米, 沙子又松又软,没有任何承载力,根本无法承受铁轨。 考虑到这种情况,五国赛包兰铁路建设之初,就运来黄鹤粘土和鹅卵石与混凝土混合修筑地基,从而巩固铁路轨道系。 然后在分别从基地的两旁铺设12厘方米的鹅卵石和4.3万米防护栏,这才成功地建起了包兰铁路的铁路沿线基地,但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修筑工人带来了巨大困扰。 肆虐的风沙让工程人员一天两吃土,白天不后晚上补,铁路虽然顺利修通,但是如何让它正常运行而不被风沙掩盖。 这种情况并不是猜想,在铁路修筑期间,人们就感受到了沙漠风沙的威力,一次气急大风就让铁轨堆积起了厚达6米的沙子。 难怪来自苏联的专家会认定铁路的寿命不长。 为了防止肆虐的风沙将铁轨掩埋,工程师开始尝试防风固沙,首先采用的方法就是麦草固沙,但平铺麦草压沙根本行不通,于是工程师又采取麦草扎方格的方法。 在流动的沙丘表面扎起一成一米的麦草方格,这种做法使得麦草像一张大网将沙丘给布盖起来。 而为防止粘线过长,麦草腐朽,工程师还下令在麦草方格中间种植植物。 利用植物扎根的特性固定住肆虐的风沙,这种做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,铁柜没有被黄沙掩盖,这又是靠的这种制沙方式,但沙漠遍绿洲注定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。 在后来,我国又引入了七八十种作物,最终才挑选出几种作物用于栽培。 这些植物没有让我们失望,在接下来的时间内,它们始终屹立于沙丘,为豹兰铁路保驾护航。 因为麦草方格的方法,我国在沙漠的植树造林计划大获成功,在腾格里沙漠内,共扎射方格草章32.8万物,造林420万株,这种方法后来也被国际熟知。 因为我国的出色之力,还被邀请到联合国全程沙漠化会议演讲,得知我国的方法后,外国赞不绝口。 在这一条一望无际的沙漠上,建设起如此伟大的工程,将其称为沙漠内的奇迹也不为过。